歷史是由現在和過去 不斷對話交織了成的 雜音玩玩我是日克 歡迎回到世界史 在這系列裡 會跟不同國家的人 一起單挑歷史 這一次是 沒有錯 我們邀請到安妮 要來單挑俄羅斯史 嗨 大家好 我是安妮 最近在忙什麼啊 最近拍了一部電影 一部電影 那你平常喜歡歷史嗎 歷史 你看很像嗎 我大學學的是 日本 歷史跟文化 我高中畢業的星期一名 看起來是很不聰明 但是我其實很聰明的 沒有沒有沒有 又漂亮 又聰明 今天就是要跟安妮一起 單挑俄羅斯史 這就是本次的計畫 開始 第一階段基礎題 總共五題 時間內寫白板答題 答對一題得一分 你不會走B啊 我不會啊 我不會 好 我不會 所以剛開始 第一題 請問兩百年前的阿拉斯加 是屬於哪個國家的 這是Zick 答對 對 這很簡單 這故事你知道嗎 賣給美國對不對 不是賣給 不知道那個故事嗎 拜託你告訴我 好 我跟你們說 我們那時候的總統 他很喜歡喝酒的 美國總統一起喝酒 美國總統一直說 喔 你們那個地方很漂亮啊 然後有什麼 幾罐啊什麼的 很多冰塊 對啊 很漂亮啊 我們的總統怎麼說呢 他說送給你啊 還是有花七百二十萬啊 七百萬的美金 人家二十萬的稅 七百萬有很貴嗎 也還好啦 在日清一處都賣不到房子 對啊 逃租以為買得去嗎 買不去 第二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美國與蘇聯開始冷戰 什麼都要比 請問這世界上 第一個進入太空的人是 答對 他在你們國家是很有名的人嗎 當然啊 大家都知道啊 也就是從小朋友到的老人都知道 拍壓海裡 是什麼意思啊 Let's go 喔 然後出發 所以現在大家都會模仿他 那時候其實蠻危險的 因為那個是沒有駕駛場的 其實他就是被放到一個空間裡 然後咻出去再咻回來 然後他的YU你想知道嗎 我可以跟你說 他的YU很好玩啊 跟一個歌手 曖昧 那個女生 剛才寫了一首歌 很好聽的 很感動的 但他很早就過世了 34歲 空男 駕駛飛機 你在幾歲 我現在25 你現在幾歲18 來下一個問題 第三題 根據調查 在台灣一個小孩 從小學讀到大學 要花150萬台幣 請問在俄羅斯 從小學讀到大學 要花多少錢 我知道 等一下 我拔不開 那就這樣吧 好 算 你剛剛看到 我沒有看到 我真的沒看到 我真的沒有看到 他剛剛看到 我沒有看到 我剛剛看到 我真的沒看到 還有什麼其他的福利嗎 除了讀書不用錢這件事情 看醫生 如果你看我們政府發的醫生就不用錢 政府的醫生比較忙啊 然後就是要排隊很久 所以還是要付錢就不用錢 很會送什麼房子啊 給我們的就是老師啊 或是醫生 或是軍人 你的老公是海豬 政府送給他們很漂亮的很大的房子 請問 俄羅斯的聖誕節是幾天 這你都不知道啊 沒有 哼 哼 哼 我應該沒有算錯 應該是 嗯 應該是這個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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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正教啊 因為你們晚十三天 都滿中人的耶 那如果是信仰東正教 然後他們的立法比公立晚十三天 所以很多都會晚十三天 怎麼了嗎 我們很驚訝 因為這樣很少人知道啊 那你們的聖誕節會幹嘛 其實還好 全家人吃飯 就這樣子 那有什麼特殊的嗎 就是 你們的聖誕老的也是紅色的嗎 他是藍色的吧 藍色的衣服 然後他還有一個妹妹 小冰箱 我可能是 所以你都相信有聖誕老公 小一小二 直當是我爸媽了 童話裡都是騙人的 真的 你到幾歲 我以前用很久的 十三十四歲 然後我姊姊 我姊姊就一直跟我說 我今天在媽媽的衣櫃 又看到了我們的聖誕節禮物 然後我就打哭啊 我說 真的啊 哈哈哈哈 時光飛是2021年已經來到尾聲 請問在俄羅斯跨年前十分鐘 家家戶戶都在幹嘛 321 從600 599 這真的好笑 我們在這場拚 聽我們的總統的話 去年真的大家都很辛苦哦 我們一起加油 然後我們過節花了多少錢啊 這就滿無聊的 但是大家 一定要聽哦 一定要聽哦 一定要哦 規定 還要站起來聽哦 反正我們不太接著他在說什麼 反正我們都覺得很 很有感覺 很有在家裡的感覺 哦 背景音樂 你們俄羅斯人是怎麼看待他的啊 我覺得他滿厲害的哦 因為俄羅斯是很大的一個國家 處理所有的我們的事情滿不簡單啊 基礎題結束 第二階段困難題搶答制 答題前要喝掉 為了你準備的福特家 困難程度大幅提升 而且提醒會產生變化 如果答不出來小幫手可以給予提示 不用喝完喝一口就好 喝一口就好 對 我怕喝完 太開心 我們知道都是不會這樣子 你給我酒 我就是要喝完 請問 不騙你的人是誰 真簡單啊 好 1 2 3 默契有個差的 1 2 3 同步伊凡 統一俄羅斯 然後向外擴張 也可以叫 伊凡雷蒂 因為聽說他出生那天 大雷 所以叫雷蒂 那還要那天不是硬天 我就講到雷蒂 那時候人家都很怕他 殺掉他兒子 然後他有8個老婆死了6個 我們都不喜歡他 第二題 你騙你的東西是什麼 鬍子金幣 對 那時候想要學習歐洲 他們就覺得 你這個人有鬍子不行啊 你要剃掉啊 可是如果你真的很想留的話 你就繳錢給我 欸你真的很厲害喔 對 上面的俄文是寫什麼 Dengi Jate 錢 給我 那在俄羅斯 誰叫大家刮骨子 你的大帝啊 好想 那不知不得的 我又是誰 哇 在俄羅斯 最漂亮的女生 叫什麼名字 安妮 哦 你怎麼那麼好 喜歡圖片裡的人是誰 他會女王 真的 他們都長得一模一樣 第一次 黃金年代 那就安了吧 不是吧 如果是黃金年代的話 是葉卡林那吧 不可以答對 他就是很厲害 他撼動了歐洲局勢 傳出原名的事情是 他很喜歡 走 這件事情 嗯 他很喜歡走 然後的就是用 一隻媽 然後跟他走 他對他的男寵很好耶 讓他當上波蘭的波王 他們圈子不是都很碰嗎 嗯 而且他都在圈子裡面這樣 然後就繼續迴回 而且他的那個 家裡的家具啊 我們的桌角不就是一根棍子嗎 他的桌角可能是積極的形狀 對 俄羅斯的歷史是不是很厲害啊 你給了我一下ID 對 哈哈哈 第四題 請問 照片裡的人是誰 Oi Oi I know him 你給他第二次 我對他比較沒有什麼興趣 我比較喜歡女王的 哦 他們跟誰跟誰在一起啊 然後幹嘛幹嘛這樣子 八卦吧 對 八卦 對 懶人包就是他什麼仗都想打 什麼仗都輸 然後什麼都失敗 最後下台 請問照片 哎呦 是誰 這個你應該也很喜歡吧 拉斯普丁 他的 想吃不到 你應該知道吧 好像二八點 我跟你說更厲害的故事 你知道我們在俄羅斯怎麼說他 怎麼說他 他走的時候 走下來的時候 他不是有兩個膝蓋 他有三個膝蓋 那你們俄羅斯家裡會這樣教嗎 因為像小時候我媽媽就會說 我是從石頭縫出來 然後他們說 走路走路走路 然後有很多高麗菜 然後在高麗菜裡面看到你 就是每個媽媽都這樣說 是喔 二羅斯是高麗菜公主 然後講開心的 畢竟拉斯普丁算是我的研究翻炒 就有點像現在有些神棍不樂 會有那些內功嗎 他從那時候就開始了 我來幫你診斷 然後我一發入魂 你的身體就會變好 很擅長一些催眠 所以剛剛我們不是有講到 尼古拉二世嗎 他的兒子就有血有病 他就真的可以安撫他兒子 沙虹一家就很信任他 第六題 請問這張照片闡述了什麼歷史 Divian War 十月革命 那是我的阿嬤他們年代 他們超級超愛斯塔琳 自己的阿嬤聊天的時候 然後我說阿嬤 那你可以跟我說 斯塔琳是怎麼樣怎麼樣 他眼神完全變了 塔琳人好好 他是我們的爸爸 我們都超愛他 他人好棒的這樣 我嚇到了 真的 請問這個地方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 沙虹被處決的地方 答對 尼古拉二世全家在這邊 被滅門 十月革命之後 俄羅斯很混亂 留著沙皇有點危險 因為那時候有保皇派 跟不保皇派 被軟禁在葉卡琳娜堡 他有四個公主 一個王子 一個皇帝 一個皇后 然後公主們就以為 好我們要獲救了 所以他們內衣都縫滿珠寶 要逃出國外嘛 結果沒想到是被帶到地下室處決 然後他們一家就在那裡被射死 所以上面那些地方都是淡痕 公主不是內衣都有襯珠寶嗎 反而有點像是防彈 所以又被射了好幾槍 然後最後他們的屍體 就被用硫酸跟火燒 之後丟在山野裡 這就是末代沙皇的故事 他在錯誤的時間點 被放在錯誤的位置 又做了一堆錯誤的決策 你問照片的人是誰 喔 我知道 你們台灣的中東的老婆 大家好 你不要跟我講 我真的知道 欸 我還有出發問過他的那個 他的 蠻喜歡他的 他叫他 等一下 你不要跟我講 我真的知道 等你們 下 怎麼 怎麼 什麼 什麼 Faina 對 Faina 愛情故事 我好愛台灣的愛情故事 你們中東的兒子 那時候是蘇聯吧 青年蘇 然後剛好他們遇到過 然後他們就愛上彼此 然後他來台灣的時候 他知道他永遠不會再看到他的家人 你們現在會怎樣 為了一個男人啊 誰會啊 我才不會啊 你問這是什麼 喔 博士奇奇 這是我最愛的 Pilmie Pilmie Ellose水椒啊 超好吃的 好吃到不行啊 這個你一定要吃吃看 它裡面也是包肉嗎 它裡面包肉 豬肉跟尿肉 然後洋蔥 對不會有韭菜之類的 對對沒有韭菜 但是真的超好吃 然後也要配酸奶 我真的是好餓 大家都很愛 那你喜歡台灣的水椒嗎 我們台灣的也喜歡 喔 那你會拿台灣的水椒 酸 酸奶嗎 酸奶 也會啊 喔 我家裡有酸奶 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你們在俄羅斯還會吃什麼食物嗎 就你們的特色的食物 因為我從海神味來的 海神味就是靠海 油脂漿 然後地碗鞋 我們的地碗鞋 好 我靠你 靠你們大家考試 才對的人 也不會怎麼樣 好 我們的地碗鞋 一個很大隻的 很新鮮 這麼大的地碗鞋 很新鮮 可能 這麼好大 要多少錢 台幣嗎 現在叫台幣 500台幣 1500 200 台幣嗎 200 200 200你出生了 你都買不到便當 4000 你剛剛不是說900塊嗎 你剛剛不是說900塊嗎 公務 台幣 450塊 450 天啊 好美麗喔 魚子價1公斤 1公斤大概要台幣500塊吧 1公斤500塊 買一個芒果在俄羅斯要多少錢 我是台灣的那個很大的很香的那個 愛文芒果 小小的 要600塊 我自己看到了 我覺得600塊 哎呦 你瘋了嗎 請問影片裡的女生拿的東西是 叫歡迎麵包 他就是收麵包 然後中間放鹽巴 重要的客人來 我們都給他們 或是人家結婚的時候 意思是我們真的很歡迎你來 真的 你家就是我家 第二題 請問影片裡的人在慶祝什麼 拜拜 哦 我知道 很冬天說拜拜 然後歡迎春天來 就像你們的中秋節 我們冬天很辛苦很冷啊 所以冬天過了 我們就歡迎春天來 然後那個東西我們曬掉它 它好像是冬天 有什麼食物嗎 對 圓圓的 黃色的 有點像太陽 吃多一點 它太陽會出來 請報分 謝謝 恭喜安妮成為我們的俄羅斯課本 謝謝你告訴我們很多俄羅斯的事情 但是你今天 應該也是有任務要來的吧 你也想要告訴我們一些什麼事情 魔幻舞台 登登 耶 新的電影在這漂亮的軌跡 12月3號 歡迎大家來 來看我們的電影 Dead and Beautiful 軌跡 我在裡面演的是安娜塔西亞 是一個很有錢的俄羅斯女孩 有錢的 我們真的不知道要幹嘛 有一個晚上 我們去森林玩一個遊戲 結果發現什麼事情 你們看我們的電影你就知道吧 我可能每個都會去看啊 你去電影的時候 你們要看左邊看右邊 有可能 安妮在你身邊哦 那這就是今天的影片 謝謝安妮來玩 然後他也有自己的Youtube頻道 平常也會唱歌 然後演電影 是個什麼都會的人 希望大家會喜歡 天使保佑 掰掰 謝謝 掰掰 你比較喜歡那個T-Shirt 有戴著這樣四個人 我喜歡有你照片的 哼 你就知道了 穿著它會你可以睡覺 然後你可以跟戴著說 我今天跟安妮睡覺 我喜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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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沙拉 有很多甜菜跟 哇 甜菜跟很好吃耶 羅宋湯 很好喝耶 為什麼什麼都有肉的味 你不覺得它也有點肉的味嗎 可是我都看不到肉耶 有啊 喔有啊 所以快樂 我沒仔細看對不起 我剛剛問店員 有沒有賣俄羅斯餃子 店員是俄羅斯的人 這一副老香 頑童那種 這是你最愛的老香你知道的 他覺得我是專員 謝謝安妮 沙皇烤肉 中間是馬鈴薯泥 好大的肉 嗯 喔好濃郁 俄羅斯料理都是第一口會被嚇到 但第二口冷靜下來就很好吃 西伯利亞奶茶 我手指莫斯科 這裡就是莫斯科 我手指現在在莫斯科 蟹肉節要吃的布林餅 我的喉嚨已經是莫斯科高速公路了 喉嚨莫斯科 舌頭西伯利亞